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吧 还有那么三四五个 后来呢 就全都没了 就剩下一个了 最后就只有一个比较亲近的下属 比赛期中的角色和陈坤老师饰演的角色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既是兄弟 他又是我的妹 因为我有一个表妹 他真的是就是认识了我之后呢 然后发现了我表妹的美色 被他的美色所吸引 然后就跟我的表妹在了一起 能不能点评一下你今天的这一身造型呢 我这身造型已经陪伴了我很久了 我点评啥 我觉得我自己也看不见 只要大家看着 这个其实是像是我们的官府一样 我们部门里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这种 上班的时候都会穿这种深蓝色的这种衣服 就是上班的时候标配 因为我是个小领导 所以我的衣服的质感会稍微好一点 还有些小的花纹 他们就是深蓝色 今天穿了多少层啊 好多层啊 这要算一下 今天不算厚 今天应该是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今天是四层 我觉得拍股装最难的是衣服好多 真的太难了 那天应该穿的穿有五六层 那天温度是36度 太阳也很大 地表温度就估计四十多度了 拍了一天我的天 完全给我感觉 我旁边围绕着一圈那个小太阳 我真的我感觉我两天都没还过来 你是如何准备寻喜这个节色的呢 我想象寻许的形象就是我的形象 本来想过要留自己的胡子 但是比较不可控 如果说你的胡子如果刮掉的话 那就一时半会也长不出来嘛 所以还是后来想用这个沾的这种胡子 那个年代所有的男性 不留胡子是会被笑话的 成年之后的男性 几乎所有人都会留胡子 也算是一种潮流吧 那会儿 你觉得自己和学习的适配度是多少 在人物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不管是一些比较坚持 或者说是有时候会比较耿直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相似的 也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嘛 那比如说这个年代首先就不一样 其次他身处的这个环境 和我所处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嘛 因为他身处的这个环境 其实真的是危机四伏 就大家表面上可能看着都是 很平和笑脸相应的啥 其实暗地里的那些东西还是挺复杂的 然后我觉得寻许最好的一点就是 能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下 能坚守自己 坚守自己所追寻的东西 你和陈坤老师相差了十多岁 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代购吗 没代购 实话实说 对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太老了 还是坤哥太年轻了 反正就是完全感觉没有啥代购 合测前后有没有什么印象的反差呢 因为坤哥他确实就是长得很好看嘛 看以前他演的那些古装 就不管是画皮啊 他古装一半上 哎呀 这确实 你想让一个男人承认一个男人好看 真的很难 但坤哥就是其中一个 我相信很多男性都会觉得 哎 他确实帅 在我之前对他不了解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属于一个那种 相对来说难接触吧 或者说是比较高冷的 但是接触完之后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两个都是聊人生哲理 都比较高级 那确实我是受他的影响 有一段时间也是坚持去跑步 因为以前不咋跑步 就能跑个三公里吧 坚持了一段时间 进组以后发现自己是胖了还是瘦了呀 我是经常讲就是只要一进组之后呢 就会瘦 不管之前有多么胖 反正一进组很快一两个礼拜就会迅速瘦下来 而且会越来越瘦 想对心疼你的粉丝们说点啥呢 那我这 这不挺好的吗 上镜更好看呀 这就有他心疼的 现在有发际线方面的困扰吗 我觉得发际线厚不厚移这种事 我觉得得保养 但是我现在也一直在保养 要保养自己的发际线 我觉得发际线对于一个 不管是是不是演员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 因为我后来也了解到 看了很多人家说掉的瓦其实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保养 对掉了不长 这个是可怕的 所以说我觉得生活中 像以前就也年轻 也就不咋管 因为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 自己整个身体的机能就是不如以前 以前我可以很累 感觉我睡个 睡个五六个小时 OK 好了 没事 但是现在呢 很累 睡个五六个小时 睡不行 你就会突然觉得不行了 所以这点我很佩服坤哥 他给我感觉 经历比我都好 真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真年轻 真的感觉不出来 年纪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 对于学习来说 成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呀 成功是一个我妹夫的一样的存在 对于寻许来讲 我觉得成功他是一个兄弟 他们两个是最早相识的 成功又是寻许引荐到了这个机关单位 然后后来呢 他又认识了我的妹妹 跟我妹妹在一起 然后后来呢 又被派到敌对国去当卧底 就挺复杂的 这等于说是寻许冥冥之中 就就就把他给一路上怎么怎么弄过来 这一次有位剧中角色起码的戏份 做什么准备吗 古代人家我觉得都挺善起码的 我们更多的是 用脑子用这种 做文络络的这种 暗潮汹涌的这种东西 对然后 你看我的武器 像一般人他们的武器 都是一把 长的这种剑 但我的武器就是 两把这种短剑 我也有打戏 但是不多 我好像就只有一场打戏 但打得很帅 文系比较更多一点 那骑马戏还挺多的 我倒是挺想动手的 但是不需要动手 剧中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台词和剧情啊 印象深刻的台词嘛 就是我相信的是自己的心 这句比较印象深刻 戏呢有一天我被毒打 拷打拷问 然后给我倒吊起来 还要给你伸 头伸到水里边去拷问你 那场戏拍了一天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那场戏还比较复杂 也比较大 然后是我们领导在拷问我 就把我倒吊起来 然后你不说是吧 啪给你再放到 倒吊就放到水里 然后更挣扎 确实是挺难受 但是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因为都很真 假的你演不出来 我感觉 因为只有你能感受了 当然我们保护也很好 你有任何不舒服都可以说 人倒吊起来之后 真的是 你看所有的血液 都往头上冲 你整个头都要炸了的感觉 到时候出来 你们就能看到了 那场戏肯定是这部剧当中 你演技炸了的时刻吧 那不不不不 那不不 多了去了 挺多的 我觉得我和陈公 分别式的那场戏也挺好的 当时我们拍一条 就拍16分钟 拍一条就要换卡 那场戏就我们两个人 基本上是我俩分别的戏 如果把寻许和你以往诠释过的角色混减在一起 你觉得配什么BGM最合适呢 你觉得配个啥BGM 前世金商啊 前世金商 也可以啊 因为他们两个都属于比较坚持坚守的人 有一些古兴是比较相似的 那如果把寻许和陈公捡到一起呢 寻许和陈公捡到一起 那寻许和陈公本来就是在剧中就是 就是没事总会在一起啊 啊搞CP啊 这怎么能搞CP呢 他是我兄弟 然后又是我妹的老公 你把我和他搞CP 那你这岂不是有点有点不大对劲吗 对啊 我那是我妹的 对啊天哪 最近组里吃的怎么样 有知道好吃的面食吗 面食组里又不够我准备面食 我只能是 我只能自己自己弄面食啊 最近吃的一道面 西红柿鸡蛋面吧 昨天晚上吃 昨天拉肚子 昨天拉了一天肚子 然后胃很不舒服 对 然后晚上就想着吃着清淡一下 吃面最不能缺少什么酱料 牛柯辣子 衣柜里的格子山多 还是老头山多呢 什么叫老头山嘛 这老头山 那我没啥老头山啊 我有什么老头山啊 那你要这么说 那肯定是鸽子山 能多一点 用西安话 喊大家一起来看剧吧 风气弄喜 死不耗居 看就完脸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克神剧上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鸟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头 追剧不再lay back 爱奇艺电视剧 爱奇艺电视剧